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频道,我是小航,今天我们将聚焦两位近代中国思想巨像,林则徐和魏元,他们的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奠定了基石,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段振奋人心的历史。 19世纪初,中国面对外来列强的侵略,陷入封建完整,林则徐在复述登城口栈是家人中表达对时局的不满,呼吁开放眼界,以拓宽中国的视野,魏元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十一长期以质疑的思想,主张汲取西方技术来实现国家富强,林则徐倡导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文明和科技,推动变革。 他在任胡广总督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包括推行新式学制,提倡科学知识,为后来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魏元则着手研究西方军事技术,提倡学习西方来制胜西方,推动了中国军事现代化。 林则徐的启蒙思想促使了后来的自强运动和戊虚变法,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思想基础。 魏元的思想则为晚清军事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中国向现代军事体制迈进。 两位思想家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和振兴意识,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对林则徐、魏元或中国近代史有更多好奇,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